大家好我是白哥 我今天想要向大家來推廣現代瑪麗莎 現代瑪麗莎是一個對新手極度友善 然後上限也還算不錯的現代選擇 先說明一下我接下來會講的東西都是講現代的部分 想玩經典的話也可以看 但是要考慮到有些情況在經典的時候會有更好的選項 就自己要多加注意這個樣子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要玩現代瑪麗莎 假設你是一個新入門的玩家 其實你需要去練習去理解的東西 養成的習慣什麼的都非常的多 這個時候萬一你還選了一個非常困難的角色 就比方說可能春麗 凱爾或者是比較特殊的阿三之類的 玩了一個相對困難一點的角色的時候 你同時要去學角色的東西 然後你又要去學遊戲的東西 一些通識 那同步養成其實就比較困難 然後你需要去投入的成本可能也比較多 那最終你可能玩一玩會白金 然後就卡了一陣子然後上不去 然後你甚至可能也不知道你該練什麼東西 但是如果你是玩現代瑪麗莎的話 你就是玩了一個前期非常強大的角色 你什麼東西都自動來自動按 傷害就可以非常的爆炸 然後你也不怎麼會被懲罰 那在這樣的前提下 你可以投入最少的成本 去先學習遊戲相關的一些知識 什麼就比方說什麼是打摔 然後什麼情況該做什麼事之類的 這些相關的東西 對 那你用少量的投入少量成本來理解遊戲的同時 你也可以透過對戰去理解對面的角色 那玩一玩你可能會真正找到說 我真正喜歡的角色其實是哪一隻 那你就想他當初怎麼扁你的 你就去玩他 然後用什麼方式來扁人這個樣子 那所以你要轉換角色也是相當容易 因為你其實幾乎不用投入成本在阿里莎這個角色身上 你學到的東西都是可以繼承到你新的角色上面去 這個樣子 對 那我個人的話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我是 本來不太玩格鬥遊戲的人 那看完人鬼師徒2之後就信羊羊買了SF6 那買了遊戲當天就開始打RANK 然後 打了大概五六天就上百斤了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角色就是 就是這麼強 你就是一個 真的就只是本來是個雲玩家進來玩 然後五六天就白金了 多強 這個角色超級強 對 那在S1結束之前呢 我也有用馬里莎爬到大師 那爬上大師之後 因為沒有人陪我玩的動力比較少一點 S2玩的頻率就有下降 但是 對遊戲的關注就還是一直都在這個樣子 那我接下來會分享的東西就是 我一路上玩這個馬里莎這個角色 我是學了哪些東西 然後是怎麼樣 上白金鑽石然後最後上去這個樣子 那我會專注在講馬里莎的這個部分 那如果有一些學習 該學習的通識之類的相關的東西 因為我在YT上都已經看到了很多 已經講得非常棒的影片了 對 那我會在那個連結的地方 說明欄的部分做一些分享 那主要就是大家可以去多看一些KT的影片 對 對 那 那 我主要 主要學習的東西就是KT的影片啊 然後 YOLO的實況教學啊 然後還有一些 有時候會看一些比較高段位一點的馬里莎 他們 的動作習慣 去分析然後去學習這個樣子 OK 我先來講 馬里莎這個角色的特性 首先就是馬里莎是目前這個遊戲 圍山的大型角色 就是老桑、本田、馬里莎 那 大家都知道老桑的血量比人家多1000滴 就是11000滴嘛 那 馬里莎跟本田其實也有多 那他只是多500滴 所以馬里莎跟本田的話是 10500滴血這個樣子 然後 馬里莎的 66和44 比人家還要弱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對就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 肯德66是19 44是23 那馬里莎的話 66是22 44是25 那 66來講的話 19跟22 我覺得差別比較沒有那麼大 那就是有的情況你要突進一些遠程角色 我可能沒有那麼優秀 但是 因為馬里莎的66其實距離也還不錯 相比一些角色其實 還堪用 那但是 4-4的部分就比較長 因為 4-4通常是你會拿來作為 防守的其中一個選項 那他會影響到的是 你拿4-4來躲摔的時候 有些情況 一般的角色 4-4躲完摔可以缺反 那馬里莎就要比那些角色還要多2幅 所以就會很多情況變成不能缺反 比方說 現在打肯 我讓他 我讓他起身做一個4-4 然後 我這樣子把他打倒 NP消費 消費 NP消費 消費完之後是-3 可以看費表這邊 是-3 -3 然後肯做了4-4之後 他得到了正式 他可以缺反我 那 這個時候萬一你的4-4 就是 別人家賣2幅咧 你得到只有正2 那你就缺反不了人 對 所以你在角落選 4-4的時候 你常常 本來可以缺反到了 變成 缺反不到 對 那這就是為什麼 馬里莎 特別拍他摔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你的4-4也沒人家強 那馬里莎怕摔的原因 後面還會再 還會再講解 總之馬里莎的弱點就是摔這個樣子 那 講到摔的話 就來講一下馬里莎本身的摔怎麼樣 馬里莎本身的摔 摔完如果對手 你怎麼還在火火 摔完如果對手知道要後起身的話 你是只有正23幅 然後拉到一個這麼遠的距離 其實你 你是做不了壓起身的 對 你這樣子是壓不到人家起身 你看這是揮拳 重拳揮不到 重拳一定是 滑得最遠的一種 的一個拳腳 對 所以你在場中 做完摔壓不到人家起身 那你在板邊怎麼樣 板邊的話是可以 你可以壓得到起身 你可以扁得到人 但是你沒有摔loop 因為馬里莎的前進和後退的速度都特別慢 尤其是後退 這個後退的速度慢到 你很多情況 要壓起身的時候 你選擇退康 你會被人家速摔摔掉 對 大多數的時候 所以變成你如果想要退康 你搞不好得提前很多做後後 但是你的後後又是25 就 爛角色 對 那 你要是真的很想連續摔輪 你還是可以 用濾蟲 用濾蟲的情況 你如果壓得很好 你是可以做連續摔的 但是你這樣子連續摔 你的動力槽會 會越來越短 所以 不太推薦你在 平常的時候 就這樣子 想要用 濾蟲摔loop 去 去打人 而且 摔的傷害也不怎麼樣 就是跟他一樣1200 那除非絕殺的時候 你在摔完 敵人的血不多了 就是他剩1200以下 他生死者 那你做這個濾蟲上去 不管什麼選擇 敵方都是死 所以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選擇 摔loop 變性 看你要做什麼別的 對 對 那 接下來的話 我要講 先講必殺技 那 現代的馬里莎的必殺技的話 是少了這個 四馬戰車 就是這一角 這個 這個角 對 現代是 普通按是按不出這個角的 所以你想要看到這個角 唯一的機會 就是在 做後頭的點段裡面 對 好 那其實我不懂為什麼 破SP 讀設置這個角 看不夠白癡 好 那剩下來的必殺技的話 就是 反轉拳 然後還有 短鍵 跟 超人拳 然後還有 安全帽 那其中安全帽是必須要用 SP才按得出來的 好 先講反轉拳 反轉拳 反轉拳 馬里莎的 combo的核心 馬里莎的combo其實 基本上算是只有一種 那不管什麼 拳槳摸到 也就是接反轉拳 這樣 反轉拳 對 然後輕的auto 打到 反轉拳 像這樣子 那其中 中的反轉拳 跟 OD的反轉拳 打到敵人會彈起來 你可以後面再接東西 那 中的 中的跟這個 輕的就沒有 就不能接 好 然後 呃 接下來講 OD的版本 就是反轉拳的OD的話 反轉拳的OD版本得到了 其他的特性 像是 他可以對空無敵 如果對手 如果 跳路的話 你用這個 是可以無敵的 你不怕他跳 有沒有 打到懲罰反擊 呃 但是 一般也 比較少 呃 一般也 比較少會去做 用這個來做對空 比較少 呃 除了呃 對空無敵之外 他還有一個特性是 他會 他會破甲 對 他可以破甲 但是一般我們比較少 選擇用 用這個東西來破甲 這個情況真的太少了 對 所以 也不用去 稍微記得就好 稍微記得就好 也不記也沒關係 對 那 那 接著講 短劍 短劍的指令是 5SP 或者是236 然後 短劍就是馬里莎的招牌技 講到馬里莎就是 就是這個短劍跟指令頭 那 短劍是可以蓄力的必殺技 在 蓄力的時候可以看到 紫色的frame 那個就是護甲 蓄力的期間 馬里莎會得到護甲 那這個護甲 要注意一點 就是他只有 上半身有護甲 然後 所以 當敵人做下半身的打擊 不一定要打下段 只要你的打點在下半身 他就可以破除你的短劍 像這樣 來維持 對 他就會把你的短劍打破 那這個是要非常注意的部分 那 短劍當你蓄力到滿的時候 會獲得一個特性 就是 他是有破甲效果 對 對 你是 你是在 蓄這個力的時候 你不怕別人 瞎出一些 動力衝擊 像很多新人 在一開始 玩角色的時候 他們 都會保持一個比較遠的距離 然後一直亂出一些必殺技 那這個時候 通常大家對策 就是 亂按一個動力衝擊 就可以把你的必殺技 打到懲罰 那馬里莎的話不怕 我短劍續滿 你按動力衝擊試量看 你就直接躺在地上 對 那如果是 OD版本的短劍的話 馬里莎獲得的一個特性是 他的短劍會有兩層的護甲 而且他會在 看frame表的話 你會看到他在第一幅 就獲得這個護甲 普通的話要四幅 要五幅 這樣算是五幅 對 那這個兩層的護甲 有助於你可以 吸收得了一些特殊的攻擊 對 然後這個零幅 第一幅獲得護甲 也可以讓你在起身的時候 你可以 凹凹看這個 起身凹凹的話 別人如果是用打擊壓你起身 就會被你護甲吸掉 就算是用輕攻擊壓你起身 他也會吸掉兩下 這個樣子 但是呢 這種東西就是 被摔就沒有了 對 所以 這是馬里莎怕摔的原因之一 你起身可以凹一些護甲技能 但是 用摔就會摔掉了 像這個樣子 好 那接著講超人拳 超人拳 超人拳的指令是 623 或者是 2SP 壓著下暗SP 那超人拳的話 是馬里莎的一個毒禁技 他可以在比較遠的地方 假如你出重的版本 他這麼遠 他可以摸得到人 但是 其實也不快就是 那 超人拳的話 有一個特性就是 他可以穿播 只是他這個穿播 你要跟對方幾乎同時按 才可以 你如果看到波 你再按 你是來不及的 你要看到 欸有波了 然後你再按 是來不及的 那即便你 反應很快 我反應再快一點 有點太早 就是你即便你 反應很快 你用護甲去吸掉那個超人拳 多半 多半的時候 然後對方也會來得及防禦 像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我的 紅frame是壓在 黑色的部分 就是對方來得及防禦 所以這有一點先毒 就是你如果要拿這個來穿播的話 他是有一個先毒的成分在 那 通常 這個東西 除了你拿來亂揮 或者是穿播之外 他會拿來放在連段 可以做安全跳 像是你看這個打完 就是一個正四十二 重的短鍵 打完是正四十二 那搭配其他連段 你也可以用中短鍵 輕短鍵 反正就是 打完要是正四十二 來做安全跳 不是短鍵 那個超人拳 超人拳的OD版本 他得到的特性就是 得到的特性就是 他可以穿甲 他可以破甲 所以這是第一點 然後 第二點的話就是 他打到人 人會往後滾 然後彈到牆上 那你可以做 你可以做後續的傷害 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話 可能就是像這個樣子 OD版本上牆之後 做SAE集氣 就是很強的一個 很實用的一個連段 就是這樣 好 然後再來講 最後是安全帽 安全帽的指定就是 6SP 你就要壓著前 按SP才會有 轉不出來 那 安全帽的話是 你會在第三幅的時候 獲得護甲 然後你如果壓著 他就會一直持續 如果不壓的話 就是這樣 那這個護甲 只有上半身有 就跟短鍵一樣 所以下半身的打擊 你會破除你的護甲 那 這個護甲 他的用途是什麼 他其實是 用來自動反擊的 當你的護甲吸收到 攻擊的時候 他會自動反擊 那 反擊完之後 你是一個正義貼臉 那你就可以 解除你的安全帽 就是你不要再壓著 放開來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可以 看你是要摔 還是要 還是要打 然後或者是 你也可以 防凹 之類的 那 除了解除安全帽 做這些選項之外 你也可以直接做 安全帽本身的派生 你不要把它解除 你就可以做派生 那 這個安全帽 他的派生有三種 一種是 下段攻擊 一種是 中段攻擊 然後接下來就是指令頭 那 分別是 分別是 按 後 加攻擊 就是你進入安全帽之後 按後加攻擊 或者是 按前加攻擊 就是中段 然後按下加攻擊 就是指令頭 對 那 先講 下段的這個 下段的這個攻擊距離非常遠 沒那麼遠 差不多 我其實很少用 差不多 這個位置 對 就可以用下段掃對方 那 其實也算是相當的遠的 就是通常這個位置 敵人不會去 注意到下段 他可能甚至不蹲下的 那你就可以 偷襲 對 只是這個偷襲的 傷害並不高 960 因為80% 然後 對手萬一防住的話 是-24 所以是大缺反 所以這個東西要用的話 通常 我只會用在 最後一個燈 最後一絲血的時候 就是對手 剩下的血就已經不到960 然後 對方很防範 我他一直在後退 或者是他在 這個遠距離的地方 做力圍 游走 然後都不蹲下 那 我觀察到他這些特性之後 我就說 就是用這個來偷襲他最後一滴血 這個樣子 多半會成功 因為你從來沒用過 然後突然間做這種事 多半會成功 對 那 除此之外的時機 我不太推薦 有 風險太大 好 然後 那再來是中段 中段其實有兩下 那第二下是上段 那不重要 重點是 你很難 確認打到人之後 你再來出第二段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 你是我的隨機 然後你試試看 你能不能再確認打到人之後 出第二下 我是來不及打 那 第二下如果被防住的話呢 他都是 他也是個大缺反 副21 而且 可以確認的時間超級長 就是對方 對方確認到你灰第二下要打你的話 就是輕而易舉 所以 這個中段攻擊我推薦是 不論如何 都只要 只要出一下 不論如何都只要出一下 那出完之後 又是一個正義貼臉 那 就跟剛才一樣 你要嘛打 要嘛摔 要嘛 要嘛後退 或者你覺得他會延遲解刷 對 都可以 那 最後就是 指令頭 是馬里莎的招牌技 也是 我會玩馬里莎的原因 我覺得這個 真的太帥了 那 馬里莎 現在馬里莎的指令頭 被減了 被 有那個 有這個 SP的加成 所以他只有 80% 不算加成 兼成 那打出來的傷害 就只剩下2000 所以從經典裡面 還是打2500 4分級 變成2500 分級 差非常多 整個威脅性 算是小蠻多的 我覺得蠻可惜 那但是 他依舊是你 偶爾 要使用的 攻擊手段 因為 你要這個東西 你才能夠威脅 對手 要跳起來 因為剛才講 馬里莎的摔很弱 然後 後走也很弱 所以你很難用尋常角色的套路 就是 摔摔虛擬 摔摔退康 然後把對手打死 就蠻難的 那 這個時候你想要擋破對手的防禦 你就會用 指令頭 然後 讓對手畏懼你的指令頭之後 他想跳 他想厚厚 這個時候 你的攻擊就可以壓到他 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種方式 像這個樣子 那 所以 馬里莎的 安全帽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新手的話 你如果用這個安全帽頂到人了 那 推薦就是直接派生指令頭 比方說 好多 欸 這羅訓可不可以 等一下 重錄一個 對不起 看這樣你就狂按 然後你就狂按下加SP 他就會直接派生指令頭 對手 對手 即便他想要跳 想要跳 想要跳 或是想要 不是想要跳 他想要點你之類的 是 我記得是點不出來的 因為 看中間這個硬直 刷很快 所以這個硬直只有3分 那打跟指令頭同時發生的話 是指令頭贏 所以 就指令頭就對了 那除非 對手會跳 會厚厚 那你再來換 那如果已經 不是新手 就是你已經可能到了白金 到了鑽石這個階級 那我是 推薦你就直接點他 把他壓在地上 然後用這個點去觀察說 對手是做什麼動作 比方說 對手如果沒有跳結擊 然後 卻被你點到了 那他就是跳了 或是厚厚了 這個樣子 那如果跳了結擊 那他就可能是做別的事情 那做別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持令頭 所以 用這個點去觀察 對手做了什麼動作 然後來決定你接下來 下一次如果你用這個架到人 你要決定投還是要點 這個樣子 OK 那 必殺技的部分 就 就只有這樣 補充一點點那個 安全帽 OD的安全帽的話 因為他 一服獲得護甲 所以你可以起身的時候 壓的安全帽 但是 成本很高 然後風險很高 所以 推薦不要常用這種東西 除非對手 永遠壓力提升 你看他永遠都是用拳腳打你 那 你除了完美配 你可能完美配 配的沒那麼好 你也可以用這個 對 好 那 那就來講拳腳 拳腳的部分 馬里莎先講 下青拳開始 首先下青拳 一樣可以三連點 點到人 一樣就是 可以取消必殺技 但是 馬里莎下青拳 有一個很奇妙的特性 就是 如果對手防住的話 我的這個 青拳連點 是會給對手 三幅的 三幅的 亂動的時間 所以 要是對手 防禦住之後 跟你點青拳回來 你會跟對面相殺 然後相殺之後 因為你是青拳自取消 自取消 可以看到他都是藍frem 他不像TZ TZ是綠frem 藍frem是什麼意思 藍frem就是被打會懲罰反擊 所以 你跟對方相殺的時候 你是被懲罰反擊的那個 所以你會-3 這個就是 -2到-3 給他看角色 反正就是你一定是- 非常神奇 我的青拳不能拿來連點 那 如果要 青拳連點的話 你就要用這個 下青拳 那 這個連點你就不會被打了 那 同時 這也是Auto連段 所以 青的Auto連段的話 就可以拿來 拿來這樣子點 那 只是變成說他是四拳 所以 你要最速的話 你還是得點這個 那 你得點這個 對方防住 你就有可能會被點回來 這個就 不一定 可能知道的人也沒那麼多 對 那 下青拳的話 就是青 Auto青 就 中規中矩嘛 不能取消 然後下段攻擊 然後這個就差不多 值得一講的是 如果你要點這個 下青角下青拳的話呢 最推薦是點Auto連段 然後 你按個三下四下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對手有亂動的話 你會自動噴這個出來 這個東西會自動噴出來 因為Auto連段都有 自動二下確認 就是 如果你這兩下都被對手防住的話 他就不會噴後續 但是 只要你第二下 有打到人 他會自動去 他會自動確認 然後幫你輸後面的東西 所以 當對手有亂動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自動噴出來 非常好用 那如果 如果你是經典的話 對手如果沒有亂動 你這樣子這樣子點 你第二下 你可能來不及確認 那對手就可以做一個亂動 那反正他沒什麼成本 PO一點血 但是現代的話不一樣 你改亂動 這個東西就噴出來了 所以就還蠻強的 所以推薦就是 要按的時候你要 多 不好意思點到 你要多點個幾下 多點個幾下 多點個幾下 然後你看 我這樣子點好幾下 一樣是只噴兩拳 就不會亂噴這個 不會多噴出來 那好處就是 他亂動 你會噴絕傷出去 打打打打 轉 好 然後再來講這個 戰清拳 戰清拳 我們是有TC的馬里薩戰清拳 但是非常詭異的一點是 馬里薩的戰清拳 對不起 馬里薩戰清拳是 是不成連段的 你看我打到人 第二下被綁住了 對 非常非常詭異 他是不成連段 對 那 馬里薩的戰清拳 要怎麼樣可以連段 他必須要打結局 他就會連在一起了 那 用清拳這麼短的距離 打結局 就 還蠻蠻的 但是有一些情況 就一定可以 比方說 比方說 這手綠衝 對 那你用 這個來結 結綠衝一定結級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就一定連得起來了 那 對 我只是 只想到這個機會 那 這個東西結綠衝優秀嗎 其實我是覺得他 還蠻優秀的 還算優秀 還算優秀 因為他他有三幅持續 然後 距離大概 除非對手用 濾衝然後重攻擊 有可能會超出你的這個距離 但是就 就看 看角色 看情況 還算可以 那結到濾衝之後呢 這個東西 他是可以取消 第二拳是可以取消的 可以取消 你就可以出 這個 中的 反轉拳 那但是像剛剛看到的那樣 如果是在極限距離打到 你是打不到人 那你就會打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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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須要在一個 比較好的距離 結到 那你就可以 接得上 OD的反轉拳 中的 可以接中的 就可以接OD 所以 這個東西 結到綠衝 他如果 他如果 他如果接上OD 的反轉拳 你就可以做 你就可以做 安全跳 按不太出來 先不要管 好 那但是因為 極限距離的情況下 你會 會打不到人 對 所以我多半的時候都是 按個 按個SP 對 就按個SP就算了 像這個樣子 好 那接著繼續講 講完輕的了 馬里莎的輕的 就只有這三個 那再來講 中的 中的先講 站中拳 發生7伏 持續4伏的 站中拳 速度不算快 對比其他角色 但是他的判定 還不錯 可以看到好像 打不太到的位置 其實站中拳才是 打到的 對 判定還不錯 然後持續又有4伏 拿這個來截綠衝 其實也是 還不錯的選項 那 平常 揮的時候 就 站中拳 這個東西 只要 揮得好 你就可以上大師了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東西有夠強 他是有TC的 可以揮兩下 那 因為這個TC 畫面凍結 我感覺啦 特別久 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做確認 你有沒有打到人 那打到人的情況 就是直接OD的翻轉圈 那後面就可以接你的 呃 看你是 安全跳啦 奇怪 我今天安全跳按就開始了 對 我今天就留不到啊 不是朋友 那先不管 對 那你就可以接後續的東西 打傷害 你也可以直接就這樣 那 沒打到的情況下 沒打到的情況下是-8 所以 在沒打到的時候 你的第二個拳 你一定要做取消 不管你是 取消 濾衝 然後 或者是你要取消短劍 都可以 但總之你一定要做取消 不取消就是-8給人家打 那 那 這個東西其實後面有很多的猜拳 就是 你取消了短劍你會 你會擠嗎 你會擠多久 然後你取消的濾衝 你是要做指令頭 還是要做聯防 做 防凹 還是 還是 還是你是打個亂動 之類的 這個東西有很多的 猜拳 可以去玩 對 那 後面一點再來做一些獎金 那 中拳的部分就尖叫 那 再下一個講 這個 站中腳 站中腳 發生11伏 持續40伏 那 踢到人的情況下 都是正式 但是你不會在貼著臉的時候出站中腳 所以 通常是不會拿他來做連斷 就是你如果裸踢的話 那 綁住的情況是-2 也是-的嘛 然後 然後 因為距離稍微遠一點 然後你又可以保持一個還不錯的距離 所以有的時候 你可以拿他來稍微牽制一下 歷魂的時候 就是 牽制一下這樣 那但是 作為牽制的拳腳 他其實也沒有特別強 大概這個距離 你踢得到他嘛 對不對 那但是 以肯來講的話 他再前進一點點 他也踢得到你了 所以當 以肯的移動速度 他要去 踢你這個下中腳 會比你 會比你用站中腳 想要抓距離踢他 牽制他還要容易 所以通常 如果他有想要踢下中腳的話 你踢這個 你通常是會被他 被他截到 對 這個就考驗利回的功力 你看馬里莎的利回 對 那先講他的 其他功用 就是 因為他踢到是正四嘛 那他 濾衝的時候 踢到就會是正八 那正八是一個 很大的 有力分數 你可以接很大的攻擊 然後再加上 可以看到 其實是有足夠的時間 讓你確認你有沒有打到人 所以 壓起身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 站中腳 作為一個選擇 那如果踢到人了 你確認到踢到 就是接 接 後重手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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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重手 這個樣子 那 如果沒踢到人的情況 踢完之後是正二 然後這個距離 其實是個摔距 所以 你這樣壓起身 踢到防柱 也是可以跟對方打摔的 那 但是有其中一點 值得注意的地方是 就是 當你想要跟對方打摔的時候 對方其實是可以用 後走 來 躲掉你的摔的 你看我第一時間摔 我正二摔 但是對手後走卻走掉了 所以 當對手會後走的時候 你能怎麼辦 你這個踢他一下 也就這樣而已 因為你 你後面再揮拳 你揮不到他了 對 所以 呃 後走就是破解 瑪里莎 御松戰中角的一個選項 這個樣子 那 對手如果會後走的話 你應該怎麼辦 你可以揮 下中拳 下中拳打到一樣 是正二 然後是可以摔的 但是呢 對手如果想要後走掉你的下中拳 他是走不掉 所以如果你發現 你都用這個壓體身 對手防住了 會後走 你摔不到人 那你可以 改用這個 他就走不掉了 那 下中拳的話 下中拳的話 打到人是只有正七 所以你不能接後中手 你要接戰中拳 那這就是取捨 因為 戰中拳打到接戰中拳 就是強非常多嘛 但是會被後走躲摔 那你如果都不摔人的話 你是踢人家的跳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 就可以用後走拳 你就可以用戰中拳去濾衝 對 那就看你的選擇 那下中拳除了 除了拿來壓體身做打摔摺之外 他的打擊判定也還不錯 八幅 然後這個距離 比起戰清拳要遠一點 這個距離 然後他是可以取消的 所以 當我有意識的想要去截濾衝的時候 我的首選會是這個 下中拳 截濾衝的時候會使用這個 那 我有氣很多的話 我截濾衝就會帶濾衝 然後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就反打回去 那 你如果沒什麼氣的情況下 你拿這個來截濾衝 你就可以帶 可能重短劍 因為截到濾衝必定成那個截擊嘛 那就正二 那你的重短劍就會帶得上 像這個樣子 所以你如果沒什麼氣 然後你要去截對我濾衝都可以用這個 這樣子截到也是 兩千四也還不錯 或者是你就可以用中的 你就可以用這個中的來截 然後截中的短翻轉拳也還不錯 好 那 講完這個最後是 錢中拳 錢中拳是馬里莎的 立回拳腳裡面 我覺得最優秀 因為他的距離 特別遠 可以看到 差不多 這麼遠的一個距離 他可以去打 但是打到人 只有正二 待不了連斷 然後 如果是被防住的話 是-3 你其實不會被缺反 還行 那值得 應該說 一定要注意的一點是 因為他是 身體會完全往前傾的一個攻擊 所以你不能這樣 不能空陣 空陣的情況 基本上 就一定會被打叉盒 幾乎都是會被打叉盒 那 這個東西立回的時候 揮有什麼用呢 你如果揮 出去的時候 揮出去的時候 其實你要注意看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 你有沒有跳結擊 或是審法反擊 通常是結擊 你有沒有跳結擊 所以第一時間看的是結擊 你要有跳東西了 你就揮 揮了 有跳東西 就這樣揮 有跳東西 就這樣揮 那揮了沒跳的話 再來 揮了沒跳東西的話 再來看你有沒有打到對手 那有打到的話 你就是個正二 你可以 點人家一下 或者是 可以踢一下下段 之類的 那 揮了如果被防禁呢 是-3 那你就可以觀察一下 對手是不是那種 負了就一定會 按一點東西回來的人 所以他可能 比方說 你揮到他防住 他就會想要帶個 帶個這個下蹲腳 那你就可以 試著去 完美 配他 沒那麼容易 要稍微練一下 就是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這個概念 你可以試著去 完美 配他 那 那 或者是 你可以 站一個 極限的距離 然後 欸 我看一下有沒有 好像不行 他的那個 太遠 他真的太遠 或者他 他也有可能會 呃 可能是揮別的 那這樣子 把它被他揮嘛 那你可以站個極限的距離 去打陷阱插合 那就是看你去 看對手 都會喜歡按什麼回來 他如果揮的東西 都揮得到你的話 你就可以完美配他 他如果 他有時候揮的東西 不一定揮得到你 你就可以抓極限距離 然後做一個陷阱插合 對 所以這個前中拳 是我覺得 馬里莎立回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個拳腳 然後 講完中的 那再來講中的 那再來講中的 馬里莎的 中拳腳系列呢 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可以 可以蓄力 所以在揮 首先講就是 在揮的時候 要注意 按了就放開 不要壓著 不要壓著 壓著就會慢了 好 那首先講這個 站中拳 站中拳跟剛剛講的 前中拳有 有那麼點像 那就是一個 會往前跨一大步的攻擊 然後 打到呢 是 防住的話 是負3 你不會被缺 打到的話 也只有 正3 你沒辦法combo 所以這個東西 跟這個 有那麼點像 那但是差別是 首先 這個有TC 那打到人的話 是可以會TC的 那如果對手防禦呢 TC是用偷的 就是中間有frame 對方可以亂動 如果你揮的距離 沒那麼好 對手你看 剛剛那個距離 他是可以可能摔你 或點你 都點的你 那如果你是揮比較極限的一個距離 他可能就會比較 不會 不會 好像其實站中角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打掉你的偷 那但是揮兩拳的話呢 揮完你會是正2 對揮完你會是正2 只是這個距離 就很像是 超人拳的正2一樣 你沒辦法做什麼事 你就只是 推到人家一下 所以 我個人是沒有很常 揮這個TC的 那 這個拳 在立回的時候也可以用 那他的用處 有點像是 你 比較抓到對手的大習慣了 就是你知道他什麼時機 一定會做什麼事 那你用這個去打插盒 或者是 有時候你也可以賽賽看 反正這個東西就是 可以打插盒用 打到插盒的話呢是正7 那你可以接這個 戰中拳 對 可以接戰中拳 這個樣子 這個蓄力的話呢 是用在 打 雀反的時候 比如說對方 會凹生龍 然後你就可以 用這個來起始打雀反 這會是最大的 雀反連段的開頭 對 好 那下一個講 這個 後縱拳好了 後縱拳發生八幅 持續兩幅 然後可以取消 他是 屬於 呃 打大傷害用的 的 的重拳 所以通常用來連段 然後 壓起身 總之是你 已經確認打得到人的時候再出 那因為他沒什麼確認時間 就是你沒辦法確認你有沒有打到人 然後 但是你想連段的話 你一定要馬上去翻轉拳 所以 你在 呃 這個東西在打的時候要出 翻轉拳的話 你一定是確認你打到到人 你才會 按 這個後縱拳 比方說跳路 我在跳揮的這一拳 我就確認我有沒有打到他了 我就打到 我就出去了 對 你不可能在立回的時候 突然就走到人的臉上 然後揮後縱拳 然後還直接派生 沒這種事 對 所以這東西就是連段的時候用 或者是壓起身 的時候用 那壓起身的話 怎麼用 就是你要 把他續滿 把他續滿的話 你有足夠的時間可以確認你有沒有打到人 然後同時你得到很大的遊戲分數 所以你可以 續滿之後馬上再接下一個後縱拳 像這個樣子 像這個樣子 那甚至 你 你甚至可能 不用再依一拳 確認對手的反應 你就是按 管他的 反正也是磨掉對手很多的動力場 像這個樣子 那有的時候 對手的缺乏時間沒那麼長 你揮不了這個 戰衆拳 你也可以就揮這個 後縱拳 他會比戰衆拳還要快一點點 但是距離會比戰衆拳還要短 這個要阻力 那下一個拳腳 下中拳的話就是中規中矩的一個對空手段 對 那 有一些連段會用到下中拳把對手挑起來 這個就 連段的時候再注意一下 好 然後再來是 前中角 前中角是可以取消的14幅拳腳 踢到人的話是正負0 防住的話是負3 不會被缺乏 但是他踢到人因為正負0的關係 所以你一定要 取消什麼東西你才可以 形成連段 那但是 這個時間顯然不夠你 去確認你有沒有打到人 所以你在踢這個拳腳的時候 通常一定就是帶綠衝 你會利用 綠衝的這個畫面凍結的時間呢 去確認你有沒有打到人 那只要有打到人呢 就一定是接這個 戰衆腳 戰衆腳 然後正八 然後再接後動拳 這個樣子 那沒打到人的情況呢 你可以選擇 指令頭 那這邊壓指令頭的話 對上只有兩幅的時間可以亂動 那他用打用摔都解不掉你 他就能跳 所以你被這個東西 濾衝 貼臉打到然後濾衝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 指令頭折 打指令頭折 打指令頭折 這個樣子 那當然你也可以普通摔 那就 我之前講的 麥莎普通摔又不怎麼強 對 所以通常就是打指令頭折 那對手能做的選項呢 就是跳 厚厚 防禦 凹 這些選項 那你能對應的選項就是 假如對方防禦的話 你當然就是指令頭折 那對手如果想跳 想厚厚的話 你就再出一個戰衝角 然後接轉鍵 那這個東西的話 你只要猜他要跳厚厚的話 你就不要確認了 你就是這樣按就對了 因為你也沒什麼好確認 隨便你想要取消兩次 應該比較少情況會做這種事吧 我也不確定 對 對 那對手想跳的話 你有留一幅給人家跳 所以他會跳 那他會跳不起來 因為你馬上就 在壓到他了 這個樣子 那如果對手防住這一套的話呢 就是掉1.5個動力槽 對 然後-5卻跑到像這個樣子 那如果對手會凹 你覺得對手會凹的話呢 你就是用這個 下清拳來殺車 然後 你就可以防凹了 那但是 你用下清拳來殺車防凹的話 呃 如果對手發神經按摔 你是在摔距的 所以你有可能會被摔掉 所以 呃 你可以考慮 用 前中拳 那 這樣子的話 會不再摔距 一樣是正1 然後防凹 但是會不再摔距 不過 因為前中拳的殺車時間很慢 就很明顯 所以對手有可能看到了這樣就不凹了 也有可能看你的選擇 通常就還是用這個啦 你可以防凹摔 對 你用這個選擇的話 那你就制作防凹摔 然後打跳 像這個樣子 好 那還有什麼拳腳沒有講 應該沒有 應該拳腳都講完 再來是空中的 空中的選腳的話 馬里莎的 輕攻擊的話是打背 他可以用來打背 然後中攻擊是空對空 然後最後是 重攻擊 那就是普通的 就是跳路 跳路用的拳腳 然後還有一個是 垂直跳才有的下重攻擊 這個跟中攻擊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有一個特色是 他打不到 背後 打到他自己的背後 因為你要垂直跳才可以這個嘛 你打不到對手的背後 但是如果對手濾衝 然後你做垂直跳 這樣子揮 對手已經衝到你 背後的時候 你這樣揮還是揮得到 對 所以如果你做垂直跳的話 就習慣盡量是用這個 通常會好一點 除非對手在這個距離 你垂直跳這樣打不到 你要揮這個 對 那總之大概是這樣 這些空中的拳腳也都可以 也都可以蓄力喔 空中的重拳 也是都可以蓄力的 像這樣子 好 那拳腳也講完了 接下來就來講說 這個 你如果要玩這個角色的話 你在不同的牌位 要練什麼樣的東西 首先就是從這個 Rucky到金牌開始講 從Rucky到金牌要練什麼呢 基本上什麼都不用練 你就可以拿這個角色去打牌位了 就跟我一樣 那 你只需要知道一些東西就好 比方說 你的Auto連段要怎麼使用 首先是輕的Auto 輕的Auto 就是只要距離貼近了 就隨時用 比方說 我跳攻擊 這樣子 跳攻擊 跳進去了 貼到臉了 我就是按輕Auto 我濾衝貼到臉了 我就是按輕Auto 甚至有時候 我突然6-6進去 我可以摔 然後我也可以輕Auto 對 那基本上 他就跟摔出來的時機是一樣的 你跳進去 你當然你也可以摔 你當然跳進去 你也可以做摔 但是 我剛講 馬里莎的摔 就不怎麼強 新人階段的話 大家也都在 嚇一隻把亂動 所以 基本上 貼到臉就是輕Auto 那 中Auto什麼時候用 你可能在中距離 跟對方有一些 拳腳的來往 對 那 打一打 差不多 你覺得中Auto 打得到人的距離 你就按中Auto 或者 有的時候 壓幾聲 也可以選擇 用中Auto 壓幾聲 因為 連揮兩下 你比較容易確認 你有沒有打到人 那但是 他強的地方 就在於 他也不需要確認 你的中Auto 打到人 不管你 有打到 還是對方綁住 你都在第二下 可以取消的時候 按一個短鍵 你根本不用確認 你有沒有打到人 你如果有打到人的話 那就是一個 2000滴 結束 就這樣 你如果沒打到人的話 這樣子推開來 你如果在-5 你不會被缺 那甚至對手 要是亂動 他會被你這個短鍵揮到 所以 中Auto 多虧多健康 就算是在 Rocky階段 也是 你只要 技術 你不要一直按 你不要一直按 因為你如果一直按 對手 防住 你出不來的東西 你會被缺斑 所以打到兩下 就在按SP 打到兩下就在按SP 超級強 那 中的Auto 什麼時候用 基本上就是 立回的時候 千萬不用用 你只有兩個時機 去使用他 就是 首先是 PI到人 你就用 這樣子有沒有 打了個3000 還不用滑起 然後 第二個就是 你防到對手 凹了 看到他如果凹了 你就馬上用 打個3200 那剛剛講說 對手凹了 不是要用這個 這個來起始嗎 新手不需要 新手真的不需要 你就是看到凹了凹了 然後趕快按你的中 OK 這樣就夠了 這樣就很強了 對 所以 你不需要去練 什麼東西 你就是 記好 貼著臉 按輕的 中距離 按中的 然後揮兩下 跟確訪按中的 然後沒事就 濾衝 沒事就跳 對 然後 中間 立回的時候 就一定還出了 立回的時候 你就一直按短鍵 一直按短鍵 一直按 沒回到也沒關係 新手才沒辦法插合到短鍵 沒那麼強 對 你就一直按 一直按 對 就 就一定可以打得上金牌了 真的講真的 那在角落的時候呢 萬一你 手仰按這個 動力衝擊 該怎麼辦 打到人了該怎麼辦 那上牆連段 最大的話 通常也不是最大 其實我通常啦 就是接這個 但是這個其實蠻難的 這個東西就是要練 因為你只有 你要馬上再 動畫一截住 你就把 重的翻炸鐵放出來 所以 新手不要練得那麼複雜 就直接 一直按重鍵就對了 重TC 揮下去 1500 重的TC 揮下去 1500 我看一下這個有沒有 比較快 還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1500 對 那看你喜歡哪一個 你喜歡蹦蹦跳跳就用這個 對 所以這個也是相對簡單 OK 呃 所以 基本上什麼都不用練 你只要知道你什麼時候按什麼招就好 你就直接按這個 然後 跟這個 這個樣子 對 你就可以爬得上金牌了 那我稍微講一下 因為這是進攻的部分 稍微講一下防守的部分 在 新人期的時候 一定要練的三件事情 就是 對空 反DI 跟 截濾沖 那 其中截濾沖的部分 特別注意 並不是說 對手只要濾沖了 你一定要把他截下來 而是 當你知道對手要濾沖的時候 你必須把他截下來 因為 萬一你知道他要濾沖 你還截不下來的話 那就是 你完全沒者 那他一直濾沖 你就輸定 所以 他如果突然間濾沖 你沒力要想到 你沒截到 那算了 但是你如果知道了 你一定要把他截下來 那截濾沖的方式的話 就是 剛才有講的就是 你可以 用 下清拳 戰清拳 戰中拳 下中拳 這四個去截 那 以新人來講的話 我推薦用戰中拳 因為戰中拳的話 就會符合到 剛才講的就是 截到了 不管截到沒截到 反正你揮兩下按SP 這樣就夠了 對 好 那 接下來講 對空 這個 瑪莉莎的對空 有 四種方式 但 但就是沒有生龍 那四種方式都不如生龍 那 新人階段的話 我推薦用 先學 短劍 就是你這個 5SP 短劍對空的概念是 因為短劍會獲得護甲 而且在上半身 那對手的跳攻擊 多半判定都是在你的上半身的 所以你可以用護甲吸收掉對手的攻擊 然後去反打 所以 當你看到對手跳 你就直接把短劍擠著 反正擠好 你只要一聽到 聽的事情 就是對手打在你的護甲上 你就馬上把短劍放開 通常就會完成對空了 通常 對 那但是這個對風是有缺陷的 也就是說 對手 假如 像龍的話就有 他可以 按得出來嗎 現代好像按不出來 他有一個拳腳會 在空中打兩下 那現代按不出來就算了 總之他有個拳腳在空中可以打兩下 那你的護甲只有一層 你就會被他第二下打到了 或者是 他如果跳進來 不按攻擊 他沒按攻擊 他落地在你面前然後摔你 或者是 凹SA1 SA1 SA3 那你也會被打破 所以這個是有缺陷的對空 但是 七成八成的時候都適用 都是好用的 這個樣子 那 有的時候如果對手已經發現你 這個短劍對空的破綻的時候 你就可以改用 第二種對空方式 就是空對空 空對空的話 就稍微要提高一點注意力 你要在這手跳之後 你也馬上攻擊跳 然後用中攻擊 打槌下來 空對空對空 不用花什麼特別的資源 打到之後又有三十二分 你看 這樣子可以壓起身 基本上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所以空對空算是我覺得蠻推薦的一個對空方式 除了空對空之外 再來講第三種對空 就是剛才有講到的 OD的反轉權是有對空無敵的 所以 所以你也可以拿這個來對空 但是我很少 很少拿這個來對空 對 因為它發生的實在太慢了 它要16幅 才可以攻擊到 所以除非你已經提高了意識在等對手的跳 你才能夠打到 那我都已經提高意識了 那我通常都會選擇用這個空對空的方式 除非你的資源很多 那你也可以突然間來這個 然後做安全跳 也是可以 對 那最後一種 就是最通用的下重拳 大部分的角色都有 所以 大部分的角色通常都會有下重拳和空對風 空對風我不確定 下重拳大部分角色都有 所以你如果想要把你對風習慣Shift到其他角色的話 那你可以練下重拳跟空對風為主 那因為你沒升龍嘛 所以就沒辦法 你沒辦法把升龍的習慣 轉移到其他角色 對 那 講完對空 那接下來就是可以這樣 呃 講什麼來這 Di 那 Di 那 Di的話是這樣 就是 呃 其實Di沒什麼 沒什麼好練習的 應該說你在 訓練場裡面練Di 我個人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對 因為 訓練場你練Di你就只盯著Di 然後 當然你反的到嘛 你一時都在Di了 Di Di 26伏你當然反的回去 那但是 實戰中你常常會反不回去的 原因是 你 通常實戰中你會有其他的動作 按一些其他的拳腳 像是可能 戰中腳 你平常會這樣按一下 或是我會揮這個 前中拳吧 那 這些 不能取消的拳腳 如果你在利鬼的時候 揮太多了 揮太多 你都喜歡揮這些 這個 你都喜歡揮這些不能取消的拳腳 那 對手剛好 喜歡亂賽Di 那 你就會被他賽到 因為你這個不能取消 對 那 當你發現對手會這樣亂按Di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減少你這種 不能取消的拳腳 在利鬼中的使用 稍微減少 然後 去盯一下對手有沒有要Di 然後你 改成用這種 用這種 這個要揮兩下 對 可以取消的拳腳 去 去打 那對方只要 Di被你懲罰到一次 對不對 被你懲罰到一次 那就是可能三千多滴血就沒了 然後可能還要被你做安全跳 那 他就會知道痛 那他知道痛 他不可能按你 你就可以繼續 你就可以繼續按這些拳腳了 對 大致上是這樣 通常 你如果在實戰中 你反不回Di 多半都是因為你 太喜歡揮這種 不能取消的拳腳 就是這樣 或者是你短劍 短劍也有很高的機會 那短劍的話就是 就是 你就變成你要擊滿 你偶爾要插入一些有擊滿的短劍 那就也會不怕他的Di 這個樣子 或者是萬一你是超人拳玩家 你沒事喜歡一直超人拳 那超人拳也是怕Di的 那剛剛講 OD的超人拳是可以破Di 所以你 偶爾你猜到他這次想要Di 或是他就是在等你的超人拳 他會Di你的 用OD的 你就可以把他打破 對 Di的部分 差不多 是這樣 接著講 你如果 你如果上了金牌 然後 你要 上到白金的話 要練什麼 金牌上到白金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 Auto中的那個習慣 可以改掉了 就是Auto中啊 剛剛講的是 不管有沒有打到就是出短劍 那玩到了金牌 其實甚至可能還沒上金牌 你就已經學會什麼確認Auto中了 那確認打到之後 改一件事情 出OD的反轉拳 只要你有兩顆心 然後你後面就可以開始接起他的連段了 才會增強你Auto中打到人的時候得到的回饋 所以剛剛講 馬里莎的 力回 我覺得其實沒有那麼優秀 然後加上他的一些機動性又不強 他能打到人的機會其實不多 所以你摸到人了 你就一定要把那個回饋最大化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中拳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這個中拳 打到人要確認到你打到人 然後 帶這個OD翻轉拳 然後後面就看你要帶什麼 那先稍微講一下連段好了 就是馬里莎的 馬里莎的 現代馬里莎的連段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接 OD或重的翻轉拳 不管你什麼拳要摸到 重的摸到翻轉拳 摸到翻轉拳 中的摸到翻轉拳 對反正就是翻轉拳 然後 翻轉拳之後後面再接的東西就是 首先這個 你如果 沒什麼資源了 然後你想要搶傷害 你就是在 對手 彈起來之後 接一個重的短鍵 這樣子 摸到就是3000 但是這個重短鍵 揮出去之後要注意就是 你幾乎沒辦法壓制了 幾乎就沒有後續的壓制了 所以如果有氣的情況 通常都會選擇再帶一個綠蟲 然後做這個安全跳 這樣子打到 打完是正式12伏 那這個做法是 綠衝 最速的綠衝 最速的後重拳 然後後重拳取消 中的超人拳 打完呢就是安全跳 所以這個連段記好 那一開始的時候 可以都出短鍵就好 我安全跳好像是 上了白金才開始用 那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 就是如果在第三燈你有SA3 打到之後這個短鍵是可以帶SA3的 這樣子 狂愛SA3 愛一鍵的就好 那這樣子 中拳摸到SA3 就是5000滴 剛剛好一半 所以你看到對手的血剩一半了 就是用中拳去摸 中拳摸到就是贏了 摸到 花兩個氣 短鍵就是SA3 對 那如果是第一個燈 剛才也有示範的一個情況 那你剛好有SA1 然後對手的血可能剩4000 第一個燈的絕殺連段 上牆 然後用 這個 一氣 那就是可能是4000滴的東西就不見了 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不用這麼快掌握沒有關係 也可以等晚一點 也可以等到上鑽石再來掌握 但總之就是反正要講連段我就先在前面夾 對 那這些連段後續還會有其他的選擇 那可能我再放到後面一點講 那最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先 可能帶個短鍵就好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講沒打到的情況 你如果沒打到人了 剛剛不是都講 出這個短鍵嗎 你不會被去 那但是你慢慢打到後面大家都會 所以 都會開始嘗試去破解這個 這個短鍵的部分 所以一開始嘗試的話呢 都會是 DI 你會被打 懲罰反擊 那 DI的破解法呢 就是你把短鍵擊滿 你會在他打到你之前 把他的DI的護甲破掉 那 那 對手如果沒DI的話呢 你把他擊滿 不是不行 但是你中間會有很長的一段空檔 對手可以亂動 那他可能打你的下段破掉 把你的那個護甲破掉 或者是他可能摔你 那摔會摔你的那個護甲 護甲是什麼板子 我點忘了 然後 或者是他可能用原地跳 躲掉你的那個短鍵 然後打你一套大人 對都有可能 那 所以 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呢 就是你又要變成 提前把短鍵放掉 所以這是一個猜拳 這是一個猜拳 那 這個是給 沒有 無敵技的角色 可以用的猜拳 他沒無敵技嘛 所以他就得猜 你要什麼時候放開短鍵 那假設他是有無敵技的 他只要凹無敵技 基本上他管你短鍵怎麼急 他都是可以打到你 所以 這個時候的對策就有兩種 首先第一種 所以剛剛講到OD的短鍵 是有兩層護甲的 所以你可以用OD的短鍵 吸收掉他凹的攻擊 那 有一些角色是例外 我沒記錯的話 好像 Julie吧 Julie的是 也可以 誰是例外來的 還是Rushin 我有點忘了 反正 自己運動再測一下 我記得有個角色是例外的 就是你用這個 會 他會打到你三下 然後把你破掉 好 那繼續講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辦 就是除了OD的 短鍵之外 你還可以濾衝 濾衝 下輕拳 煞車 然後 他就會凹出來了 你就可以屑板 那要是他看到我濾衝 他就不凹了 然後 看到我急 這個OD版本的也不凹 他只會凹我這個 那怎麼辦 那他太強了 不能怎麼辦 你就每次都濾衝吧 那他就太強了 對 對 對 那濾衝之後 也有其他的 的這個 猜拳 因為他看到你濾衝嘛 他就有可能 他就有可能 知道你要煞車 他可能就不凹 那你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濾衝 點 然後摔 濾衝 你一樣是煞車 但是你知道你煞車 他就不凹了 對 他就是那麼強 那你點完之後 你就可以摔 或者是 你就可以點點 對 欸 用 都會點法 那就是點 點摔 點摔 或者點完你可以再出一個比較長的摔 比較長的選角 對 去偷 然後 或者是 剛剛有講到 指定頭 這個也很強 但是這個指定頭 中間人家是可以亂動的 所以你就要再加一個 打亂動 那我的話會是用這個 扣重拳然後重短鍵 去打對手亂動 對手如果想要躲進前進頭 想跳想厚厚 就會被打到 那 防住的話 也沒關係 防住也沒關係 你不會被缺 然後對手會被轟掉 很大一格 一點 大概1.6格的動力槽 這個樣子 好 那 除了戰中拳 然後 combo 之外呢 我覺得 要上白金 應該就靠這兩個東西就夠了 基本上你就加一個 安全跳 或者是 你的這個combo 打大一點 其實你就可以上白金 上白金 應該沒有到很難 對現代馬里沙來講 隨便打一打都會長 那 如果你到了白金 然後你想要上鑽石的話 首先第一個點就是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安全跳combo 一定要會 這個 這個就一定要會 盡量都是做安全跳 安全跳 因為他的 傷害比較高嘛 他多打 160 比起你最後接一個重短鍵 他多花了一格動力槽 多打160 那最大的差別是你 揮完重短鍵 其實你是沒得壓制的 很難壓制 但是你安全跳打完 你是用安全跳來壓制 從沒得壓制 升級到最強的壓制 對 所以這一個動力槽 花的非常值得 所以通常 這個連段打完 就是要接安全跳壓制 那 安全跳壓制的話呢 你就要開始練相關的東西 比方說安全跳 你要確認你這一下有沒有打到 打到就接後重拳 這個樣子 因為你本來就搬著後嘛 那你打到的就是重再按一下 接後重拳 那沒打到 先講沒打到的情況 沒打到的情況呢 剛剛好做到 就是 你會是正11幅 那你可以 這個距離嘛 你可以前走去摔他 因為正11幅時間夠多 所以你也可以 難得的馬里莎可以做虛米的一個機會 那 除了普通摔之外 當然正11幅就是 你可以直接 你可以直接指令頭 正11幅的話 這個指令頭是最速去做 你不會摔空 然後對手不能亂動 所以 這個也是很常 很常見的一個那個 的一個set 安全跳指令頭 這個樣子 那 對手如果怕安全跳指令頭 他會亂動 你就打岩池康 那岩池康 為了要可以確認得到 你有沒有打到人 那就是 岩池一點灰戰中拳 岩池一點灰戰中拳 這個樣子 這個就要自己 自己 再去多練習一些東西 但反正 你的壓制都是安全跳 你就要把這個安全跳壓制 做到最強 那 安全跳的這個部分之外呢 還有就是 Auto中剛剛的那個set 把它 做得 再熟練一點 對 就是 以我來講的話 我通常還是比較習慣用 我通常還是比較習慣用 短鍵為主 那歐爾就是要去 再加這些東西 就還是要加進去 即便對手不會 破除你的 不會凹你的這個短鍵 你還是可以把這些 濾充的選項加進去 對 那 除此之外呢 就是 下中拳沒事在這種位置 做一些 額 附帶收獎 還不錯 如果 摸到 就飛出去 這個東西也可以多用 然後還有我前面的拳腳介紹的這些東西 像這個 立回的時候要 然後要用這個 或者是這個 好 抱歉 這個要練 練確認 對 這些東西 可以慢慢加進去 那 那 比如說 攻擊的手段 越多元化 對手 就要注意的東西就越多 然後 通常 白金的玩家要上鑽石 通常也沒辦法 同時應付這麼多東西 那 你就可以 用這些東西 就可以打到上鑽石 這樣 那 上鑽石之後呢 對 中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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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鑽石之後呢 呃 就可以開始多 學一些set 那 其實前面也可以先學 但是就是 我個人的 經驗是上鑽石才開始學 對 那比方說 反轉拳打完 這是一個 指令頭壓起身的set 就是 給大家看一下 frame數 來 這樣子會是 正 欸是正12 正12 我們記得是 我們記得是 是正12 是不是有改過啊 對 那反正不管怎樣 這個 這個frame數是 你可以用指令 指令頭來壓起身的 所以 這個set很強 偶爾 偶爾可以拿來用 那 我比較 常用的用法是 開場用一次 就是 你第一次中拳摸到人的時候 我就一定是說這個set 然後 用意是 讓對手 首先是讓對手知道 你是會用指令頭的人 有的馬尾沙可能 他不用指令頭 那你讓對手知道你是會用指令頭的人 然後第二個是 因為他是個set 他比較容易 你基本上不會失誤 然後 比較容易壓到人 所以同時做到這兩件事 那對手開始知道你會用指令頭 他可能就會開始 在一些時機配一些跳 或者是 下一次你做這個set的時候 他就會想跳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用 用別的方式去壓他起身 像是類似像這樣 就你可能 就用不確認的方式 或者是你用 延遲的延遲一下 然後用戰衆拳 去壓他起身 去打他的跳 那當然你如果 覺得 對手就是 就是會凹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 反凹 或者是後手反凹 或者是你蹲著反凹 都可以 那記得貼著臉 蹲著反凹的話 要去練一下那個 反凹摔啊 就是你設置一個對手起身凹 跟對手起身摔 然後 你要能解得到摔 然後你又不會被凹 像這個樣子 那個時機要稍微練一下 基本上跟延遲解摔一樣 一樣的概念 好 然後是 剛才講 這個set 那如果是 重拳的 也有set 這個是 先不要防 這個打到是這 欸 這個 有改過嗎 喔有有有有有有有 對 你在落地的時候 馬上出 站中角 你會取消落地的那個 兩幅 然後去出站中角 那 被調整之後的幅數 你會剛好壓持續到最後一幅 所以這個站中角 踢到人呢 它是一個正七 那正七的話 你就可以接站中拳 所以它是一個 呃 不用花動力槽 就可以用站中角來壓 起身 的一個set 那當然這個set的話呢 比較強 它也可以指令頭 你可以看到對手是動不了的 所以這是一個 站中角壓持續 或者是指令頭 just that 那如果你是用od的話呢 你就沒有站中角的那個 就只能指令頭 那記得od的話是 空中要按一下攻擊 來讓你 讓你的那個 在空中的幅數比較長 那如果空中不攻擊 一樣這樣做的話 它是沒有壓持續的效果 那 除了像這種set 你看如果不攻擊的話 像這種set 多做之外 不是多做 就是加入你的選項之外 你的每一次攻擊都要能夠把握 應該說每一次的斬殺線都要能夠把握 所以你的連段選擇可能要變多一點 比方說 剛剛 剛剛講到的 這個 SAE的絕殺零段 如果你是做比方說跳波 剛剛是用跳攻擊 跳波的話 這個可以打到將近半血 因為跳的那一下攻擊 打成反擊會再多一點傷害 這個可以打將近半血 然後從 場中這個位置推到角落 用SAE去壓 消耗一格氣 那這個絕殺在第一個燈 偶爾會遇到 這個機會偶爾會遇到 那就是要把握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就是有時候你可能 接到了 你在角落 打完完全發現 欸他血差不多 你就可以 持遺 就可以把你的東西全部都帶進去 這樣子打一個 可能比較痛的連段 然後看你要帶 可能 SAE SAE 如果是SAE的話 就是頂 頂牆壁那一下就要帶SAE SAE的話 最後就是用這個 你就可以接SAE 我記得到S2的時候有新的連鑽是 這個 也可以接SA2,這個好像場中可以做 場中可以做這個,那是4100 也是蠻多的 那當然如果對方接近版邊了,你就是 動力槽夠多,就是上牆然後SA1 那對方如果是沒有接近版邊的 就是這個 濾衝 濾衝然後這個前中角的TC 我記得也可以 我記得也可以帶SA1 好像要延遲一點 我記得是可以,但是就是 要延遲一點是不是 要研究一下 要研究一下 總之 看一下S2的一些 新的連鑽 看一下S2的一些新連鑽 那我記得這個是可以做場中的 場中的安全跳這樣子 對對對,這是場中的安全跳 所以你如果在場中想要安全跳人的話 就是這樣 例如從重重重 下清拳消費 這樣是正式職二 你就可以安全跳 那這是場中的安全跳的 新set 那 還有一點就是 你要在 鑽石要上大師的時候 你可以做的 可以做的練習 就是你要多看自己的RP R 這個是我的練習方式啦 我其實不管從 哪一個階段 打 我覺得我哪一個燈打得 特別爛 也不知道特別爛 挨打比較多的燈 我就會去看RP 看RP的重點是 你要去分析你 為什麼被打 為什麼會被人家打到 可能比方說你是這個 6MP空陣被插合 然後 進角落之後 選錯 連續選錯個兩三次然後輸了 那你就要去分析說 選錯的部分如果是純運氣那就 那就沒什麼好說那就算了 那 所以最大的重點就是這個 你6MP空陣 那你就會知道你現在有一個弱點是你6MP空陣 那你就要 特別訓練這個東西 6MP比較空陣 或者是 對手會亂按DI 然後 你也剛好會亂按拳腳 所以你就被DI到 那你就要注意 一開始的時候要先觀察對手 他是不是 會瞎按DI的人 那你就這個拳腳一開始先收斂一點 不要亂按 對 反正就是 去分析每一個你挨打的原因 然後看有沒有機會改善 這個樣子 那我是用這個方式慢慢把自己的 一些壞習慣改掉然後把一些 利回的東西 利回的一些概念去抓起來 有時候不一定要被打有時候你在角落被壓制壓得很難受 現在的replay有一個新功能 看一下要出去 現在replay有一個新的功能就是他可以切進去 你的角色裡面 任意一個角色去操作 算了我這邊就不示範 你切進去那個角色去操作的話你就可以找出 在那個情境下你要做什麼動作來突破那個困境 那也是 可以學習變強的方式 對 那 最後 我就是差不多用這個方式 就最後練一練就可以上得到大師了 那除了這一些東西之外最後再補充一個 現代瑪麗莎為什麼要玩現代瑪麗莎的一個補充原因 千別忘了講 就是 現在瑪麗莎一劍必殺技非常的強 首先是 SA2 剛講對空四種手段之外其實還有第五種 就是SA2 你可以用一劍的方式在任何情況下注意到沒有跳了 用SA2收他那傷害是2400 這樣子都收得到 所以 對手在 最後的血量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其實這個比較痛 但是這個要連斷 要連斷就有失誤的可能性 對 所以如果我們一劍的SA2就可以出來的話 角度要稍微抓一下 對 這樣子2400 有時候拿最後一點血拿這個來收還不錯 再來講 SA3 SA3才是真正的 強大的地方 OK 我拿 EJ來講好了 SA3是可以拿來穿播的 所以你在這個距離 看到波了 再來按 SSA3 你是可以穿他的波的 那我們錄兩個 他怎麼有走路啊 他怎麼有走路啊 重陸 這 欸? 欸?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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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 看到波 看到波在暗 所以你不會被假波騙 都來得及去穿這個 穿這個波然後SA3 這個是 馬里莎SA3超強的一個地方 有一點竊密,但還沒有竊密這麼強 還沒有竊密這麼強 但是已經很接近 在這麼遠的距離 他可能覺得這個距離很安全,他想發波 然後 他一發波,偶爾還是會有失誤 他 他一發波就被你穿 他被你穿了之後他可能 第一場他被你這樣穿然後死掉了 然後可能第二場的時候他可能還以為他可以用假波騙你,他可以直接在那邊假波 誰知道假波其實騙不了,你看到他在發假波直接綠松再去扁他 對 這是 一件馬里莎超強的地方 我最後上大師的那場絕殺那個凱爾也是用這個方式殺的 就這個東西非常強,直到 上了大師他都依舊是 很強大很強大的一個武器 對 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 如果我還有什麼東西呢 沒有講到 那就是 可能 在之後再補充馬里莎的機會的話 那就是祝大家都可以用 現代馬里莎來做一個 不管是 新手的第一個選擇還是你喜歡現代馬里莎 都可以玩得開心 謝謝大家 啊 有 谢谢大家